咱們給大家看一下,邊上是酒師堂,已經改成民宿了 看,這民宿蓋得多漂亮 從外面看一下,整個這個院子,包括剛才那個房子都是的 這個是一個院子 大家看一下,這個院子大概就有100坪了 院子裡面有4棵柿子樹 上面還有柿子 這家人還種了這個南瓜 這邊過來,剛才我問了他,他說這是一個牛蘭 以前是養牛的 看一下 牛蘭不大,也不小了 這邊一直通頭的,通到那一邊 這個,光這個牛蘭啊,最少就80個平米 這個房子我認為非常好,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房子啊,它是在一線線城的邊上 然後距離一線古城啊,千年古城呢,只有五分鐘吧,五分鐘的路程 然後呢,到鴻村啊,世界文化遺產鴻村啊,開車啊,也僅需要10分鐘 啊,非常的方便 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一個儲藏室 儲藏室 這是搭建的,這個儲藏室大概30個平米吧 這裡進去 多個吧 這是一棟老房子 老房子邊還有這種石墩 這個是磨豆腐的 這兩個石墩 這個呢,是剛才那個牛蘭 呃,這個牆的外面那個院子是剛才那個四棵柿子樹 這個院子大概有100多平 那是一棟什麼樹啦? 哦,這也是一棵柿子樹 這是一個廚房哈,廚房哈,你看 這是一個廚房 那是豬啊 這是洗衣服的 洗衣服,那是豬啊 這是豬,豬蘭 養豬的 那邊是一個牛蘭 那邊是牛蘭 養牛的 這邊過去還有一個院子 那個園子也是個? 那是玩的 嗯 啊,結不下樹呢 這個院子養了不少雞 還有冬瓜 這大概有100坪吧 一百平坪也好吧 嗯,估計好一坪 啊,媳婦呢 他媽,要出去家裡的 哦,弄這個嗎 這個房子是幹嘛的? 這個房子啊 這個房子是一個 啊,那個房子是那個吧 這個房子也是的啊 疼就好 這邊過去通廚房 看一下 啊,這邊有個廚房的門 不秀咧,那屋啊 嗯 這裡家還是這裡家 剛才不太寂寫吧 嗯 站在這邊看一下 整個看一下 這個改造起來還是非常漂亮的 好 好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進來看一下 進他這個老房子看一下 嗯 嗯 大廳,哈 兩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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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是一個廚房 這是剛才外面看的那個廚房 我看的,你看 我看的,你看 我看的,我看的 我看的,你看 嗯 前後都有門 前後都有門 哇 對 從剛才這個院子種了不少南瓜 那不是一個區啊 對 上面還有一層,但是這個閣樓 放東西的 嗯,只能放放東西 嗯 你幹嘛 一廚房 下樓 這兩個是老 是吧 嗯 現在原子是老 就這裏哈 就這裏有個台階啊 可以上去 整個可以看一下啊 這是,這一間是剛才看過 裡面挺大的 嗯 嗯 這後面還有一條路 從這個後面也可以走 四通八達 這是放柴火的 裡面好多柴火 那邊 那邊 門口這個菜地也是的 嗯 嗯 今天啊,咱們看這個房子啊 位置是非常的好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高的樓啊 高的樓呢 是 農商行啊 等於那邊一片啊 全部都是縣城 這個房子呢 等於是縣城周邊啊 這是一條河 現在呢 在 我們這邊啊 是枯水區啊 所以這個河 裡面沒有多少水 但是咱們從這個河的寬度啊 可以看出來啊 這個河啊 在 水多的季節啊 水量是特別巨大的啊 房子呢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樹啊 就這一片這個房子 等於說啊 這個房子呢 也是坐落在河邊啊 視野非常的好 環境啊也非常的棒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周邊啊 隔壁鄰居啊 都已經被人家買去了 做了這個客棧 好了給大家總結一下吧 今天看的這個房子啊 咱們 根據房東自己的介紹啊 大概呢 佔地啊 有五百個平米 它除了這個 這個主房間是一棟 清代的老房子之外呢 邊上自己呢 還加蓋了四棟房子 包括是儲藏室 養雞的 雞棚 養牛的 養豬的棚 當然現在呢 這種東西啊 在我們這裡 很多人家不養了 但是這個房子它還在的 所以呢 是戰地面積極廣的 這麼一個房子 而且這個房子啊 它位於 一縣的縣城 一縣啊它現在呢 是西地洪春 中間的 這麼一個 千年古縣啊 本身這個 一縣的縣城呢 就是這個景點 離世界文化遺產 西地和洪春呢 也只要十分鐘的 開車啊 也只要十分鐘的距離 所以說呢 這個村子啊 裡面呢 好多的房子啊 都被人家買去做民宿了 這個房子呢 它好就好在 它不小 它戰地面積很大 所以呢 如果你想投資做民宿啊 這個房子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